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国大陆不满 解放军宣布4号中午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演 而台东制航基地4号一早就有换向2000和F5等战机陆续挂坛升空 军方表示只是例行性的训练与大陆军演无关 请民众不用过度紧张 4号清晨台东制航空军基地的战机引擎声响起 机身挂满弹药陆续升空 执行战备演训的人物 中共解放军宣布4号中午起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为期三天的军演 而国防部也在脸书释出影片 强调备战而不求战 持续运用各种预警监侦机制 即使掌握发射的动态 启动相关的防御系统 并强化战备整备 国军持续进行例行训练 强调与解放军实施军演无关 也请民众不必过度的紧张 记者潘中尔台中市报道